第1346章 不要靠近怀尸会变得不幸 那一瞬间 好像有太阳来到了天空之上 昏暗无光的血色天穷 和荒芜阴沉的大地 被天穷之上骤然升起的光芒所照亮 那是火焰 福尔干之火 当灵魂之中的桎梏被解放的瞬间 自掩耳 口鼻 手足乃至无数细微的毛孔之中 有风味到极点的炽热光芒和高温喷波而出 甚至 并没有刻意地去摧发原质和灵魂 只是存身于此 就令整个山巒一般的巨岩化为了熔炉 距离最为接近的怀尸 感觉自己的这一具身体 险些在这恐怖的温度中焚烧殆尽 回头看向烈焰中的福尔干时 就难掩惊害 这究竟是默契到了什么程度的血热症 漫长的奇迹和载荷转化之中 炼金术师们的身体内会积累海量的沉淀 伴随着原质不断的升华和质变 最终便会浮现这样无可抑制的高温和原质裂变 除非远离炼金术 即便带来了众多的不变和痛苦 可炼金术师们依旧以此为傲 并将其称为炼金术的馈赠和犒赏 每一粒火花都是他们投入炼金之中的心血证明 都是他们创作之后所留下的勋章 可怀尸从来没有见过 能够抵达如此恐怖规模的量级 他简直无法想象 究竟是铸造了多少遗物和冰桩 在熔炉前 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时光之后 才能积累了众多的火焰 可当一个个灵魂的侧影 从烈焰中浮现 降下赐福的时 他才恍然发觉 这并非是福尔干一人的积累 而是无以计数的庞大传承 罗马的福尔干 希腊的赫菲斯托斯 北欧的矮人们 追随着先贤道路 走向这一条地狱之路的探索者们 炼金术师们 这便是他们最后向后世所遗留的火 这是火焰本身 在福尔干之天命呼唤之下 降临此处 威权一物 普罗米修斯 传承之焰啊 今日 请见证我之杰作 焚身的烈焰之中 有仿若铁针和锤碰撞的轻量声音 响彻战场 这便是我为这创造之天命所 献上的礼赞 嘶哑的大笑声 从火光之中升起 福尔干的身体被彻底吞没 就连怀尸在最后 也被从其中弹开 并非是抵触和排斥 而是保护 因为从那一瞬间开始 整个巨岩 就已经化为了 孕育着创造和毁灭的熔炉 霓虹如柱 从天而降 环绕其中 恐怖的高温中 繁复的黄铜矩阵 焕发光芒 升起 笼罩 将一切溶解和再造 无穷的变化 从其中孕育着 海量的熔岩涌动着 化为一条条河流 将层层笼罩 此刻的福尔干 已经忘记了 自己身在何方 也顾不上其他的状况 在倾注了自己 所有的力量和心神之后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足以容纳三大封锁的 载体创造之中 去量身定造 将这一份 源自陷阱的力量 定进地狱之中 就在这强敌 环似的战场之上 而作为福尔干 所邀请的辅助 最为理解 大密仪运转方式的 升华者 怀师要做的 就是全力保证 福尔干的安全 在确保自身 不被深渊中的力量 所摧毁之前 他还要保证 不能干涉到 大密仪的载入 连日以来 他都已经为 接下来的敖战和厮杀 做好了准备 可他做梦 都没想到 如今最大的压力 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内部 无穷的热浪 和烈光喷涌之中 天阙所塑造出的防御 都已经变成了 承载这一份 创造之力的载体 稍微一步注意 差点被从内部烧穿 这促然之间 险些被友军 痛击的滋味 实在是太过于酸爽 以至于等怀师反应过来 自深渊雷云中 投来的雷火和陨石 已经逼近了警戒线 在黑暗中 忽然点亮了 一个巨大的灯泡 此刻高悬的巨岩 焕发出万丈光芒 甚至比大地之上的 所有节点 不要更加地醒目 作为最接近 战场前线的节点 在第一时间 就成为了众矢之地 尤其是海高居 与天地之间 同时吸引了地狱 和深度之间的 双重火力 这一份仇恨拉满的 熟悉体验 还真是就久违了 但这一次 怀师就一点都不慌 反而细血一笑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不知道多少人 肩负着保护节点的使命 他绝不是孤军份 等等 好像哪里不太对 怀师微微一愣 眯起眼睛 看向周围 为什么那些 及时在战场之上的滑光 只是停顿了一下 回头看了一眼之后 就完事了 等一下 你们怎么不动啊 家呢 家呢 被人偷家了 怎么都还在抢眼 此刻 战场之上 浴血的齐天大圣 还在大杀特杀 突破了城寨 从天而降 坠入了堡垒之中 定海神针横扫 顷客之间造就一片废墟 而放眼周围 近乎无穷尽的大群石 嘴角便勾起了怪异的笑容 双眸之中的烈光迸发 堪比太阳风暴的离子树 纵横开河 瞬息间造就了无穷死亡 等一下 齐天阁下 紧随其来的风暴中 伐楼那忧心地回首 看向身后 中枢遭遇袭击 我们不支援吗 卧槽 漏怪了 当然要知 等等 夸父回头 流火精童往后面看了一眼 瞬间警惕 哦 是怀师啊 那没事了 放轻松 漏了这么一点怪 多大点事 我跟你说熬 不要接近他们天国谱戏 会变得不幸 搞不好你流血又流泪完事了之后 人头一个都没有 他还成了MVP 你看看我身上的前车之剑 惨痛教训 况且 这么点东西 他一个人就杀完了 还支援个蛋 加油 加油就完事了 摇摇地看着站在原地不动弹 向自己比划出大拇指的手势 鼓励之后 掉头就走的夸父 怀师就顿时血压飙升 王阿宝你特么 可扑面而来的陨石和雷火 已经没有再给他任何的时间 如今孤悬天地之间的天阙 在瞬间便已经被无穷的爆炸和轰击所吞没 最后的瞬间 怀师只来得及向着前方 抬起手掌 猛然紧握 天阙鸣动 龟须震荡 天穷之上降下的雷霆 和大地之上升起的黑暗 在瞬间融合在一处 化为了滚滚扩散的阴云 暴风平底掀起 在云中军的奇迹掌控之下 浩荡的雷鸣响彻天地之间 纯化的雷霆 自阴云之中横扫而出 势如破竹地将一切坠落的陨石 尽数撕裂 而雷电和火焰 坠入那一片黑暗之中以后 便瞬间消散无踪 融入了怀师的循环之中 骤然扩散的狂风 在天穷之上 扫出了一片近空区域 庞大的空白之中 只有层层钢铁的构架浮现 迅速地生长 彼此衔接环绕之后 就构成了森严而诡异的球体 仿佛学者们所设想的戴森球一般 将整个巨岩包裹在内 紧接着 在大四命的拉扯之下 海量的鲜血 和凝聚成实质的漆黑死亡缠绕其上 重构循环 将其化为万人壁垒 环绕着整个节点 天雀和龟虚 完成了再次的构筑 森森恶意和猙獰 自流转的血色中扩散 宛如死亡和毁灭的集合体一般 在地上投下了如巨兽一般的诡异阴影 一瞬间 这邪门诡异的变化 不知道惊掉了多少眼球 几乎所有前线的升华者都犹豫着 究竟是继续坚守任务 还是回头支援 先打包这个怀尸这个深渊里派来的二五载 这特么究竟是陷阱的战略支点 还是深渊所创造的战争兵器 你看 你看 我就说吧 夸父抠着鼻孔冷笑 早已经洞彻了真相 咱们要真傻傻地回去支援 肯定就被这小子 拉去做装逼用的背景板了 他们天国谱系的人 坏低狠 在旁边 法罗那沉默了半天 只能礼貌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知道究竟应该说恐怖如斯 还是深渊谱系 果真名不虚传 果然是只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 但不论如何 眼见这一场景 所有人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不愧是灾厄之剑 一出手就是凯莉全场 万古独尊的气魄 爱了爱了 大家还是别上去爱手爱脚了 有这样的人守卫节点 大家也能够放心突进 一时间 斗志越发旺盛起来 于是 战场之上 那些燃烧的光芒再度加速 撞入了地狱领域的最深处 只看得刚刚完成新阵地之后 又立马被包围的怀尸傻眼了 此刻 数十只在深度之间厮杀的巨兽 已经俯冲而下 向着节点的位置 而远方的血海中 海量的有一只兽 和诡异的怪鸟不断地升起 宛如阴云那样 汇聚成铺天盖地的潮汐 而就在更远处 一只只宛如章鱼一般的诡异怪物 正在从风暴祭祀的鼓声中 从雷云中浮现 向着此处包抄而来 而就在最后 怀尸回头 看着身后孤零零的鹦鹉螺 开始怀疑人生 刁纳马 支援呢 老子的支援呢 有军在哪 辅助要被抓了 救救啊 这帮狗逼 难道要让自己一个 辅助来全部杀完吗 还有没有良心啊 哦 这个东西 好像自己也没有 那算了 怀尸叹了口气 微微贪手 看向天空 我原本不想装逼的 真的 在他身后 庞大的阴影缓缓升起 鹦鹉螺号之上的信号灯 一斩斩点亮 钢铁变化 刺耳的巨响扩散 战略的船身之后 漆黑的主炮向外延伸 已经对准了天穷那些坠落的巨手 深渊里 那些仿佛巨精一般 带着腐败长须 和厚重假靠的巨物们 无声嘶鸣 张口 吞吐着碧绿的光焰 早已经酝酿至极限 可紧接着 便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恶寒 颤立自己里 和蒙昧贪婪的意识之间浮现 最后 所生出的 是从未曾有过的恐惧 宿舍模式装载完毕 边域模块三级驱动运行 一机组 二机组 三机组功能正常 全域锁定结束 主炮发射 宛如满天星辰 从巨兽的口中吐出那样 伴随着天阙浩荡的名奏 循环之中流转的原质 在瞬间蒸发了一大截 取而代之的 是从主炮中喷涌而出的 璀璨闪耀之光 漫卷的洪流向着天空升起 然后迅速地分裂 迅速地生长 以雷霆的速度及时 撕裂了星红的天幕之后 贯穿了一只只巨兽 引燃了令整个夜空为止 明亮的七晚火光 无穷的地狱沉淀 和凝固原质 在熔炉之中彼此碰撞 所引发出的 便是可以称之为 绝望的刺目灰光 伴随着槐尸的双臂展开 一道道耀眼的烟火 从它头顶的星红夜空中浮现 爆燃的火光之中 数不尽的碎片燃烧着落下 紧喷的鲜血化为暴雨 又自高温中蒸发成雾气 在暴风的收束之下坍缩 汇聚 落入了龟须之中 转瞬之间 在这泛滥的深光电特效之中 俯冲而来的数十只深度巨兽 已经尽数蒸发 残存的灵魂和尸骸 在阴影中溶解 流入了天阙之内 经过边域模块中转化 就形成了一滴滴精纯的至上精粹 从怀尸指尖所开启的 龟须之门中流出 落入它掌中的颅骨 来 给你们看的好东西 怀尸微笑着 拖起了手中的残骸 而现在 干瘪的残骸在渐渐复苏 那一句 只残存着几根枯黄头发的干瘪人头 无声地汲取了怀尸所赐下的甘铃 焦黄君烈的丑陋面孔之上 浮现出一缕活物一般红韵 紧接着 细碎的沙沙声 就从颅骨空洞的眼眶之后响起 像是蚕虫啃食着桑叶一般 如此清脆又密集 一颗颗宛如细沙一般的白色卵状物 从眼瞳中洒落 落入了风中 便迅速地膨胀 破裂 自硝烟和烈火的战场之上 汲取着鲜血和死亡 最后 一具具墨绿色的蝗虫 从年夜之中展开了新生的双翼 自死海中孵化 振翅翱翔 毫无温度的虫类腹眼上 映照着残忍的地狱 当彼此汇集时 便好像一粒粒黑色的灰烬 化为了通天彻地的龙卷 环绕着天雀舞动 寻觅着任何活物的气息 短短的几个弹纸之后 规模已经膨胀到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恐怖规模 到最后 那震翅的声音 已经化为了笼罩了整个天穷的雷鸣 黑潮弥漫 饥渴的虫类如同暴雨 向着那无穷尽的怪鸟飞去 吞没一切 神迹刻印 皇宰 第1347章 垃圾 雷鸣 嘶吼 尖锐的怪叫 野兽的咆哮声 一切都在这一刹那 消失不见 剩下的 只有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啃尸声 当弥漫的皇朝扑面而来 无穷的黑点汇聚成风暴和潮汐 将扑来的怪物们吞没 一切就在难分辨 除了最后的悲鸣之外 就只有属于 尽时之喜悦的欢快歌声 无数双翅膀 振战宛如沉闷的噪声 而那扑天盖地的诡异碎响 却如此清晰地回荡在每一张耳膜之上 轻快地舞动 沙沙 当如动一般的黑潮从空中掠过 迅速地膨胀 天上就下起了尸骨的雨 没有残肢断骸 没有淋漓的鲜血和肉块 只剩下了一根根干枯的骨头 轻盈地在风里翻转 交织成密集的鱼木 均匀地洒落在战场之上 摔成粉碎 在骨头的断面里 依旧是一片空荡 甚至就连骨髓 都早已经被彻底掏空 漫天的飞皇子迅速地增值 蚕食着眼前的敌人 弥漫着 任由那些猎物在垂死反扑的时候 发起进攻 破碎的蝗虫 撒下饱含诅咒的毒汁 将风暴染成了碧绿的色彩 而就在云中军的推动之下 那一片碧绿的雨水 晃晃悠悠地洒向了深渊的壁垒之中 连带着蜀之不尽的虫卵 在腐蚀和氢染所引发的惨烈尖叫中 留下了无可挽回的生态灾害 甚至就连大地中的养分植物根茎和腐植土 都被饥渴的虫子们彻底吃空 变成了干劫破裂的荒漠 在以往 当蝗灾出现在陷阱的时候 每一次都会留下触目惊心的灾害 引发全境的警报 可现在 当它降临地狱的时候 这一份贪婪的恶毒 却又如此地让人安心 至于数百年 可能都无法恢复过来的环境生态 这里又不是陷阱 在乎这点玩意干嘛 当一个云中军 以彻底毁灭环境为前提 开始疯狂地搜刮原质 当一个大司命 再不顾及生态 开始穷搜每一寸土地掠取生命 搭配上蝗灾的规模时 这一份恐怖的破坏力 就膨胀到让人为之站立 怀石闭上了眼睛 展开双臂 仿佛要拥抱世界 好像 云中军和大司命的循环之间 凭空多了无穷的延伸 每一只蝗虫 都是一个细小的支点 是这个循环向外生长 而出的触手 现在 在雷云的焚风 和血海的侵蚀之下 数不清的蝗虫 在疯狂掠夺着周围的生机和原质 一只只死去 一只只诞生 任由外界不断地毁灭 这一份单纯且薄弱的强韧生命力 却总能搜刮到自己所需的一切养分 当死亡爆裂时 撒下数不清的卵 孵化后 便又迅速地扑向了所有的活物 最终 当一只只快要鼓掌到破碎的蝗虫 在龟虚中溶解之后 机变的生命流入了大私命的网络 供应怀师的抽取和挥霍 而凝固的原质涌入了天阙 经过了边域模块的进化之后 就变成了一滴滴至上精粹 流入鹦鹉螺之中 经济它转起来了 这种万物自循环中轮转的掌控感和成就感 如此地让人迷醉 仿佛掌控万象一般 带来近乎无所不能的错觉 不过 此刻当它见证着远方不断爆发的恐怖波动 还有一道道冲天而起的原质光焰时 便会打消这一份膨胀的想法 专注于自身的工作 于是 笼罩在巨岩之上的钢铁框架之上 再次生长出崭新的结构 一层层的覆盖 轮转 就像是精细雕琢的象牙鬼弓球那样 抽取着战场上的鲜血 死亡和灵魂 迅速地生长 直到那一片充盈着战火的黑暗中 被陷进进攻到手忙角落的诸多黑影们 再也无法忽略 这一过于庞大的威胁 仇恨的双眸 像是星红的星辰那样 从地狱阴暗的迷雾中缓缓升起 飞向天穷 紧接着 在那双眸之后 忽然有一盏诡异的光芒亮起 仿佛碧绿的灯火那样 伴随着恶意 转瞬间 绵延千里 破空而至 促然之间的洪流 将怀尸瞬间吞没其中 可紧接着 自虚空之中迅速浮现的层层铁壁 便已经展开 在诡异的轻实力之下 随灭随生 又如幻光一样的碎裂灵火落在战场上 就引发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和轰鸣 数十里之内的一切 都被那爆发的光焰所覆盖 焚烧 溶解 没有给怀尸喘息的机会 那一双星红的眼瞳凝视之下 幽光再度飞射 一道 两道 三道 三道交错 笼罩在怀尸之上的轰击 瞬间撕裂了国伤之冠所塑造的防御 撕裂了他的身体 悍然砸在了他身后的巨岩之上 笼罩在巨岩之上的钢铁弓雀在哀鸣中破裂 溶解出一条巨大的裂隙 红光震战 在激烈的轰击之中 艰难为袭 可当幽光之火焚尽时 本应该被彻底蒸发的怀尸 竟然自焚烧中重聚 抬起眼睛 同那一双庞大的眼眸 默然对视着 偷袭是吧 怀尸的脸上 挤出了一个冰冷的笑容 哎呀 中门对居 伴随着他的话语 在他身后 鹦鹉罗的争鸣阴影 缓缓升起 天阙鸣奏 金歌再度想撤天穷 边运模块 超载运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号机组全功率运行 尼莫引擎最大输出 海量的地狱沉淀 和凝固灵魂 自熔炉之中碰撞 瞬间就酝酿出了 灭绝一切的极数 伴随着令天地 为之暗淡的烈光 向着地狱的尽头 飞射而出 转瞬间 跨越了漫长的距离之后 没入了那一双 渐渐浮现的面孔之中 紧接着 爆裂的火光撕裂的阴暗 照亮了那庞大到 令人窒息的恐怖轮廓 就好像数不清的土石 在天穷之上 聚合成了一张 堪比山脉的猙獰面孔 当极树的炮火 在他的鹅角爆发时 便有惨烈的嘶鸣声响起 海量漆黑的液体 如鲜血一样 喷涌洒落 血液中 无数诡异的蠢生出 爬行 像是一具前所未有的 巨大腐尸一样 头顶着贯穿的裂口 向着此处迅速地爬行 怀尸 他怒吼着 碧绿的燕光 再度从头顶 巨大的秘宜中升起 向着云中军呼啸而来 可这一次 当那一张面孔 被碧绿的燕光照亮时 怀尸终于依稀分辨出了 那一张 曾经只有一面之缘的轮廓 哦 是你啊 怀尸挥手 调动海量的蝗虫 将扑面而来的壁火 尽数蚕食 无视了那些飘飞的灰烬 看着那一具 向着此处 轰然而来的面孔 终于确定 这不是那个 那个谁吗 就那个在索拉诺防线 来进攻的家伙 特别大的一个 好像还是活化的山脉一样 叫什么名字来着 仓促之间 他懒得再去回头 翻命运之书 指着那张脸 欲言又止 试探性地问 魔石 在天穷的吉时中 那一张巨大的岩石面孔 骤然僵硬了一下 无法克制的怒火爆发 扭曲 火力越发的夸张 看来不是了 怀石拍了拍脑袋 继续问道 魔土 魔岩 魔风 呃 魔波 魔山 狂怒的咆哮掀 掀起了飓风 撕裂了不知道多少耳膜 悬浮的巨山之上 那一张统治者的 抽象面孔怒吼着 你们这些该死的剑种 重制 魔山 无奈魔山 魔山大功 今日 就要将你这张剑嘴 彻底撕扯成粉碎 就好像总要有一个巫妖王一样 总得有个人来背锅 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 不论是成功 还是失败 有的时候 这个人是夸父 而有的时候 这个人是怀师 就在曾经魔山的全盛时期 积攒了数千年的力量 愁愁满志地 想要有所作为的时候 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一头在索拉诺房线上 撞成了稀碎 魔山所失去的 不只是荣耀 还有自己的力量 以及 自己的尊严 宛如丧家之犬一样 逃回王国时 背负着耻辱领受责罚时 被诸如王们 像个废物一样丢给王国时 和在生长轻的血海改造之中 变成如今这副残废模样时 这几个月以来 他所遭遇的所有痛苦 积蓄下来的所有愤怒 仇恨和怨毒 此刻在看到这一张熟悉的面孔时 便无可挽回地爆发而出 他要将这个该死的东西 彻底烧成灰 不惜一切代价 啊这 怀师茫然 满是不减 只是叫错了名字而已 干嘛那么生气吗 萧萧火呀 老兄 毕竟 他停顿了一下 曲起了手指 宛如弹脑刮崩那样 对准了那一道撞击来的争鸣面孔 遗憾地提醒 接下来让你生气的事情 一定会有更多 哼 天地震撼 随着鹦鹉罗号的隐没 无穷钢铁凄厉的咆哮中 万丈阴云凭空收缩 丝丝缕缕的电光汇聚 自天阙中迎来无止境的唇化 到最后 就在明洞的阿旁之上 形成了一缕渺小到 近乎难以察觉的微光 可正是这一缕连电流 都难以撑得上缠弱电光 却令轰然及时的魔杉 骤然改变了方向 自那场茧的锁定之间 察觉到了某种令不存在的骨髓 都为之战力的恐怖危险 可那无数岩石聚合而成的身体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 以至于不论它怎么变换方向 都难以逃脱阿旁的锁定 当怀石的手再度抬起的时候 那一线缠绕在场茧之上的电光 就仿佛心跳一般 自漆海的潮声之中 迸发低音 如此幽远深沉 却令混乱的战场之上 夸腹战力的回头 瞪大了眼睛 然后 他便看到了自怀石手中披下的长茧之上 无穷尽的雷霆升腾而出 咆哮怒吼 蜿蜒驰骋 撕裂风暴之后 游走在天穷之上 瞬间蔓延千万里 藏身于草戒的渺小匣缝中 自如游走 跳跃身影至天地之间 浩荡寻行 最终 宛如长鞭那样 撕裂了磨山庞大的身体 在令大地动荡的惨烈嘶吼中 留下了一道绵延周深的裂口 以土石而构成的死物之躯 竟然无法愈合 真正地受到了创伤 死寂持续了一瞬 就自这转瞬不到的短暂插那里 所有人都完全 无法分辨出 那雷光的真正模样 甚至无法断定 这究竟是活物 还是什么其他 可所有冬下升华者的心脏 就忍不住齐齐一跳 指尖站立 卧槽 夸腹难以置信 这他妈的 都能白嫖吗 啊这 夜雪崖低头 看着指尖跳跃不休的头子 表情古怪起来 看向身旁的水镜 老头 这一波 咱们要收版权费吗 雪鸟的眼角抽搐着 一时无言 再没有人比他更熟悉 这此刻消散在 天穷之上的气息了 自那惊鸿一瞥的雷光之中 所涌动的生机 还有那丰沛的神性 乃至那独一无二的构成 龙 龙 龙 那是龙 哪怕只存在于短暂的一瞬 即便似是而非 威力远远不如 但那依旧是同麒麟的打神 编无限制驱通的龙脉之雷 此刻 天地之间 漆海潮声澎湃 怀石手握着雷光之简 就连自己 都震惊于这一份 心血来潮的实验 所造成的破坏 就像是曾经活化自己的原制武装那样 通过漫长时间理所积累的经验 和亲自对统治者遗骸 进行铸造时 所得到的领悟 在将天雀内的雷霆 纯化到极限之后 他尝试着 将生命馈赠给了那一道 稍纵即逝的电光 可是他却没想到 在那一瞬间 被短暂激活的 还有鹦鹉罗的龙骨 来自旧钙亚的碎片 曾经属于陷阱核心的结晶 足以被称为微型龙脉的存在 当其中雷霆 从其中流过的瞬间 纯粹的现象 被赋予了来自神明的庄严 结果 所造就的 便是一道活化的雷霆 只存在于那一瞬间的原制生命 承载着陷阱山河奇迹之神性的存在 龙脉雷光 现在 在怀尸的抽取之下 方圆千里之内的大地和天穷 齐齐鸣动 被血色沁润的沃土 化为了黄沙 尸骸坍塌为尘土 毫不姑息地合泽而鱼 粗暴地抽取着所有的资源 一切生命和死亡 都被尽数掠夺 自归虚和天雀之中转化 结合为一体 源源不断地灌入了阿旁之中 令肃冷的龙银 再度自朝中回荡 半天升起的碧焰和远方的统治者展示着手中的雷霆 这就是一位老前辈 曾经教导过我的道理 垃圾就是垃圾 云中军府看着那一张猙獰的面孔 告诉他 变成什么模样 都是垃圾 第1348章 价格 龙银思鸣 自七海潮生中生腾 就在阿旁的挥洒之下 龙雷如鞭 不断地抽落 那仿佛要烧焦眼瞳的耀眼烈光 在眼球上留下了难以灵灭的残像 黄乱的雷光 充斥了地狱中末日一般的场景 经久不散 好像高距于云端之上的神明 降下绝乏 毁灭的鞭榻呼啸来去 一次次地击溃了魔山身上的防御 在山栏上留下了深邃的裂痕 腥臭的血液不断流下 在空中形成了绚烂的瀑布 偏偏 在巨响和嘶吼之中 那低沉的话语 却不断地响起 清晰地回荡在每一张耳膜的旁边 喂 在吗 仿佛知心的好朋友一样 云中军的话语如此轻柔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不喜欢吗 为什么要缩在壳子里 装作不在家 龙雷横扫而过 自驰骋的轰鸣中降下毁灭 带来升华者的疑问 请问 垃圾桶可以给你安全感吗 为何如此害羞呢 魔山 雷鸣浩瀚 狂乱的电光如同铁锤那样 从云端砸下 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 慢慢撕开他的眼睛 拽着他的嘴角 强迫着那一张扭曲的面孔 露出笑容 快出来见见光 多交一点朋友吧 额旁再度披下 龙雷声腾 伴随着剧烈的轰击 魔山迅速地震荡着 艰难的支撑 在雷鸣的鞭挞之下 他无法自控地回旋 仿佛陀罗那样 艰难旋转 滑稽又残酷的场面 此刻展现在天空之上 充斥了每一双呆滞的眼睛 就这样 在整个激烈厮杀的战场之上 残酷地蹂躏着眼前的对手 令魔山淒厉地惨叫着 巨大的岩石 接连不断地跌落 血如泉涌 从未曾见过 如此离奇的景象 那稍纵即逝的雷光 被赋予了实质和生命 暴虐的舞动 横扫 降下 接连不断地撕裂那些 迅速生长的秘移防护 和反击的壁火 魔山在怀尸的压制之下 竟然毫无任何的还手之力 每一道雷霆 都是赋予了龙脉赐福的毁灭雷光 接连不断地暴击 每一次鞭挞 都是撕裂了所有防护之后 直接深入灵魂的真实伤害 在恍惚里 所有人仿佛再度看到了 曾经那一道笼罩了 整个冬下的辉煌光芒 麒麟自雍容气度中 降下天法 可如此残酷 又不留下丝毫余地的蹂躏 无视等级差距 不讲任何道理地 将一切敌手禁术化为尘埃的模样 又仿佛是曾经天国谱系的 那个神经病重生 四海雷鸣 英方舟 而遗憾的是 这两个里面 不论是哪个 都是不折不扣的地狱克星 陷进刽子手 深冤杀人亡 现在 电光在降 硬拼着来自雷霆之海的陨石雷火 轻而易举地 将地狱沉淀中所生出的脆弱电� 尽数碾碎 砸在了魔山的身上 在一道贯穿的裂痕 从魔山的凹陷破裂的右眼上出现 像是要用烧红的铁丝 插入颅骨之中去那样 冷酷的前突 直到忍辱负重的魔山 那一张破裂的脸上 这一道魔山的凹陷破裂的右眼上出现 像是要用烧红的铁丝 插入颅骨之中去那样 冷酷的前突 直到忍辱负重的魔山 再无法克制内心之中的癫狂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山栏上那一张模糊的面孔张口 凄厉嘶吼 早已经鲜血淋漓 可看着不知不觉 已经近在咫尺的怀尸 那一张破裂的脸上 就露出了饥渴又癫狂的笑容 十六公里 终于 硬顶着陷阱的所有炮火袭击 逼近到了这个距离 哈哈 被雷光笼罩的刹那 他嘶哑的狂笑 见证无知重生吧 永恒之深渊 我将向你献上永恒的毁灭和死亡 这一次 在那一道纤细雷光的撕裂之下 整张面孔竟然崩裂 破碎 不 不只是面孔 就连组成他身体的无数岩石 都在迅速地崩裂 溃散 坍塌 最后 从一道道深邃的裂骨之后 所喷出的 便是粘稠的腐败血浆 在脱落飞出的岩石之后 竟然牵引出了一条条 粗大又诡异的机理 筋膜和神经 好像内部以无穷肉块 和血水所充斥的陨星那样 碰撞 然后 爆裂 当无数柔软又粘稠的血肉 在风中迅速地硬化 撕裂了微不足道的外壳之后 就形成了一道道蜿蜒的星红肢体 戳向天空 刺向大地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血海的镜头 有高亢的狂笑声响起 生长轻手舞足蹈 尽情地宣泄着这一份欢乐和得意 仰天大笑 如何 如何 他拽住了旁边脸色苍白的 宛如活尸的男子 兴奋地炫耀 快看啊 我的毁灭级统治枢纽 简直天下无敌 喧导清沉默 许久之中 他眯起眼 望着那一头辣眼睛的玩意儿 这么多年了 你的审美 还是这么一言难尽 这模样 就 不能再改改 你懂什么 生长轻恼怒驳斥 大 就是好 多 就是美 又大又多 那就是 又好又美 或许吧 宣导清的眼角抽出了两下 无奈地轻叹 如果又大又多的 不是这种触手 就更好了 此刻 就在怀尸的面前 伴随着魔山的伪装和外壳炸脸 那一片岩石之下的真实姿态 就此尽数展露而出 鼠之不尽的血肉彼此纠缠 即便的生长 仿佛一朵星红的蒲公英那样绽放 千万条粗壮的触手招展着延伸向远方 就在魔山猖狂的大笑声里 数十道粗壮的触手猛然纠缠在一处 编制成环 对准了远方层层装甲和矩阵笼罩的天阙 虚无的空洞之中 泛起血海的潮声 黑暗展开 模糊的沸腾声响里 粘稠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延续了一瞬之后 就形成了瀑布奔流一样的轰鸣 那是 已经如同瀑布一般 不断地喷出的血肉构成物 像是数百条手臂纠缠在一起的诡异爬行物 像是掩耳口鼻混合杂交而成的蠕虫 没有皮肤浑身肌肉裸露的畸变猿猴 长出内脏的岩石和浑身长出獠牙的怪鸟 乃至各种各样数不清的诡异玩意儿 不知道究竟要穷搜多少地域 才能拼凑出如此众多的畸变体 也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生命和食粮 才能将它们豢养到如此的规模 可现在 那些改造失败的废品 验证生长清零丝妙想的实验体 已经像是呕吐物一样 无穷无尽地从环中喷出来 爬满了天雀的外层 发狂地破坏着 触目所见 能看到的便是一片片骨白 和血肉交织成的惊悚景象 而就在怀尸面前 一变之后的魔山舒展身躯 一张张大口 从触手的末端张开 尖锐地笑声扩散 令怀尸面色骤变 因为 它的循环 竟然在魔山的面前迅速崩溃 像是风暴之中的沙宝 无穷尽的包子状血肉 漂浮在空气之中 在那残缺的血肉里 浮现出一张张扬意着欢心和狂热的面孔 或是娇好 或是丑陋 或是俊美 或是猙獰 每一张虚幻的脸 都在看着怀尸 张口 沉醉地歌唱 啊 啊 多么英俊的美少年 果然像天神一般 我的心已经被他所感动 欢呼 欢呼 为战胜那恶魔欢呼 你比天使更加荣美 你比天上星星更加璀璨 此刻 少女的欢笑 和无数人的颂歌 未曾让人感觉到任何欣慰 怀尸只能听见数不尽的噪音 忽然掺杂在了自己统一的节奏和律动之中 迅速地瓦解着这一份共鸣 自最底层 开始破坏它的循环根基 令天鹊和龟虚之间密切地联系 迅速地破裂 近乎 难以自控 当失去了海量原汁的供应之后 雷光不在 现在 那嘈杂又诡异的歌声里 磨扇的真身自血肉之中缓缓升起 不负曾经的素冷 可在新红色彩渲染 和无数处须的笼罩之下 却越发地诡异 如此地 嘲弄大笑 俯瞰怀尸的模样 欣赏着怀尸的笑容 渐渐消失的模样 以及 从眼瞳中所缓缓升起的阴霾 可那样的表情 又仿佛有什么不对 不是茫然或者不安 也没有任何的恐惧 而是某种 了然的恍恶 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一样 透过原汁的观测 怀尸终于看到了 那些编制在磨山血肉之间的残液 一张张古老的曲谱和台词 在苦痛中流转 即便 曾经属于天国的事项记录 传世的歌剧 《魔笛》 紧接着 便在无法压制内心中 涌动的恶意 受性争鸣 这骨子味道 真是怀念啊 他轻声呢喃 仿佛自言自语一样 我还以为 你们会继续藏在 见不到光的角落里 继续瑟瑟发抖呢 黄 金 黎 明 哼 在激变的事项惊魂的干涉之下 无穷噪音 彻底将怀尸的交响彻底撕裂 天地之间回荡着哀嚎和嘶吼 以及柔媚又癫狂的欢歌 颂唱绝望之死 死吧 摩山挥手 被誉为毁灭中枢的巨大生命 构成体重 一张张大口浮现 喷吐出漫天的壁火 化为暴雨洒下 恭喜你 摩山 看来你交到了新的朋友 在那一瞬间 怀尸抬头 眺望着那一张 在狂喜和愤怒中扭曲的面孔 我知道 你或许从那些刚刚结识的朋友们 那里得到了慷慨的馈赠 可惜 你并不明白 每一份礼物 都有价格 而有些价格 怀尸停顿了一下 怜悯的轻叹 你付不起 哼 笼罩着锻造巨岩的天雀之阵 那一层层钢铁 骤然在愤怒之中迸发巨响 好像火山爆发 一道道锋锐的钢铁彼此交织 瞬间蹦射而出 撕裂了壁火 任由他们的焚烧 一道道线缆 飞散又重合 像是定所一样 跨越了如此漫长的距离之后 便深深地泄入了那些蠕动的血肉之中 就好像愤怒的钢铁之手猛然伸出 扯住了魔山的领口 不容许它挣脱和逃避 再然后 便有璀璨的光焰 伴随着潮声 一同扑面 隐葬穿梭 怀尸的身影浮现 近在咫尺 愤怒和悲悯所重叠而成的 厚重浮起挥洒 横扫 撕裂了那些迅速生长 而出额血肉防御 紧接着 美德与悔恨所形成的七海之剑 便裹挟着凌驾于雷鸣之上升危 向着魔山的面孔展落 蹦 仓促之间 钢铁碰撞的凄厉声音 撕裂了一切噪声 响彻天穷 魔山大功呆滞一瞬 脸上竟然多出了一道血口 而怀尸 倒飞而出 宛如纸片那样 轻描淡写的回旋 在落地之前 身上那破裂的惨烈伤痕 和被反正打断的手臂 便已经彻底愈合 脸颊挥洒 欺笑着回旋 砸在血肉花的地面上 扩散的震波 将那一层层弹尸而来的触手 震成了烂泥 宛如行云流水的天崩 再然后 院曾和美德重叠 利刃向两侧延伸 形成诡异的长兵 掀起了利刃的风暴 再度呼啸着 砸向了魔杉 苦痛之锤浮现 愤怒填庄 怒火薄发之中 汇聚无数苦痛的 原制之锤 和魔杉的大剑 碰撞在一处 这一次 终于令魔杉 后退了一步 后退了一步 就连他自己 都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 如此耻辱 嗯 怎么了 超线状态之下 宛如血染的面孔抬起 向着他 好奇地发问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是个法师吧 灾厄之剑冷笑出声 魔杉的表情抽搐着 扭曲 从牙缝里 挤出了嘶哑的声音 终究是蠢物的徒劳挣扎 他的左手伸出 从脚下血肉化的 诡异肢体中 拔出了一柄血鱼骨之剑 和右手中的 袖式漆黑大剑 交相辉映 仰天嘶吼 在咆哮声里 那些覆盖了 天阙的无数机变体们 越发的癫狂 发疯地破坏着 眼前的一切 终于 凿穿了最外层的装甲 然后 便看到了 黑暗里 一只只寄宿在铁中的 星红眼眸 缓缓抬起 凝视着侵入者 当钢铁的双翼张开 数之不尽的铁语呼啸着 飞射而出 一块块烂肉 不断地从天阙上坠落 而破碎的裂痕里 那些铁柱的鸭人 舒展着自己的身体 爬出了短暂七身的 狭窄黑暗 就这样 凝视着周围 仿佛无穷的猎物 残酷的鸟会之面上 便好像露出了 饥渴的笑容 发自内心的赞颂 圣灾 第1349章 答案 漆黑的钢铁 被染成星红 血肉的蠕动声里 传来了清凉悦耳的摩擦争鸣 仿佛有数之不尽的铁片阵战 回荡在天阙之阵中 收拢环绕在身上的铁翼 如同灰黑色的长袍 数之不尽的钢鱼之下 修长的双臂缓缓抬起 弯曲的利爪 一根根地从指掌尖弹出 自灵魂里渗出的怨增 在那一双双漆黑的木槿之后燃烧 仿佛降临的噩梦那样 他们漫步在血肉之中 随意地撕扯着 所有阻拦在面前的血肉构成 当利爪撕裂血肉 刺眼的星红 就从干瓁的尸骸中抽出 丝丝缕绿的缠绕在铁翼 和钢鱼之间的 点缀着宛如宝石的星红 钢铁的鸭人们 穿行在天阙之阵中 肆意地收割着 触手可及的一切生命 催枯拉朽 在这一场盛宴之中 放两滔铁 在国伤之冠的加持之下 来自怀尸的圣痕 毫不保留地 馈赠在自我的大群之中 云中军和大四命的奇迹流转 毫无规律地 在那一道道销售钩楼的身影之上 浮现又消散 剧烈的碰撞和厮杀里 即便是钢铁 也会扭曲破碎 可当裂缝出现的瞬间 便会有血色从其中渗出 当他们赞唱着颂歌 开始杀戮 便再无曾经的祥和与迟钝 遵循着本能的饥渴和嗅觉 及持掠食 一个个地 将周围扑上来的 鸡变种撕裂 当钢铁之翼骤然展开时 十辆喷口一般的结构中 就飞射出了炽热的光焰 推动着铁压 仿佛导弹一样 升上了天空 再紧接着 合身而降 即便是循环被打断 也毫无关系 它们自身 便是天阙和龟虚的延伸 忘记告诉你 我好像还能召唤来着 还记得它们吗 自金属和血肉之间 碰撞所掀起的风暴中 无以计数的碎肉和铁片飞泵 弹射 在蠕动的血肉大地上 留下了一道道丑陋的伤口 伏几破空 强行荡开了格挡的剑刃 中攻直入 伴随着怀师的话语 他们很喜欢你家的装饰 实话说 你那张椅子的质量不错 它诚挚的提醒 就是品味不太行 蹦 雕虫小剑 袖拾黑剑在怒吼中展落 那在统治者身旁 随时漫长时光的诅咒之铁 和原制武装碰撞的瞬间 就在长脊的前端 留下了深邃的裂口 可紧接着 长脊便在它眼前消散 只有怀师的身影从天而降 宛如飞鸟那样 展开的双翼 投下了覆盖面孔的阴影 那是凝结的铁光 化为了交错的斧刃和铁锤 披下 自取灭亡 魔山冷漠地凝视着 这或许值得赞赏的鸡变招数 双眸之中满是火焰一样燃烧的血丝 手中的黑剑和骨剑 骤然碰撞在一起 蠕动的血肉和白骨 覆盖在剑刃之上 紧接着迸发诡异的光芒 下一瞬间 怀师就看到一线闭光扑面来 他自夜空中掠过 瞬间跨越了百里 缓缓消散 所过之处 一切都在瞬间坟烧成灰烬 可就在那之前 怀师手中原本砸下的原制武装 就在恐怖热量的催发之下 率先爆裂 当原制武装 被怀师以极其粗暴的方式 熔炼为了金属炸弹之后 根本无法稳定存留 自完成的瞬间 就自内部迸发的轰鸣中迎来毁灭 同时针对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冲击 苦痛和愤怒所交织 而成的原制风暴 暴力的摧残之下 风暴的冲刷中 磨山大弓浑身的皮肤 在弹指尖便被彻底撕裂 露出下方野蛮生长的肌理和筋肉 乃至异化的骨骼 铁砂撞击在上面 便留下了一道道爱眼的刮痕 而怀师 早已经凭借着爆炸的冲击 再度飞出 咫尺之叉 躲过了足以将自己彻底点燃的壁火 可在落地的时候 却发现 左臂之上 还是留下了一个贯穿的裂口 胶痕之中 壁火燃烧扩散 瞬间 就将左臂连带着肩膀 焚烧成灰 这一招不错 可惜 没用 怀师晃了晃空空荡荡的肩膀 钢铁的骨骼 和无数铁丝角合成的肌理 从缺口之中重铸 形成了和原本一模一样的形状 漆黑的阴影如血一样 在异化的肢体中流淌 带来了全新的律动 看 轻轻松松 他抬起手 向魔杉展示着自己的心胳膊 五指灵活弹动 像不像魔术 不错的恢复能力 对虫治而言 或许还算夸张 魔杉默然回应 枯骨踏步时 破碎的血肉迅速重组 依附在不灭的骨骼之上 剥落的皮肤重生 血肉如动 再度化为一袍 他挑起下巴 吃笑 但别以 轰 迸发的巨响之中 他面色骤变 猛然回头 骨剑劈落 就在他身后的虚空之中 铁蹄践踏 宛如燃烧的巨牛那样的庞大生物 从空气中浮现 丰瑞的尖角低垂 早已经对准了魔杉的后心 仿佛陨石那样 撞 剧烈的碰撞突如其来 骨剑斩裂尖角 泄入了愤怒化身的颅骨之中 可魔杉自己 却被那恐怖的爆发力推动 不由自主地向后滑出 不好意思 忘记提醒你了 小心身后 怀石无奈的耸肩 哎呀 还有头顶 苦痛化身所形成的龙狼咧嘴 在坠落的风暴中 吐出炽热的铁风暴 风暴被黑剑所斩断 连带着消散的化身投影一起 魔杉咆哮 可紧接着 身体便不由自主地 向前飞了出去 一位潮生之中 聚精丝鸣 展开了无边水光和雷电构成的双翼 撕裂了血肉化的大地 飞跃而出 庞大的身躯和质量 毫不保留地 在重力的加持之下 碾压在魔杉的身体之上 正中 以及 右边 直到现在 风中才传来了怀石的声音 姗姗来迟 但又如此地嘲讽 以及 接近 就仿佛 就在耳边 魔杉的眼瞳扩散 双眸在脸上游液 竟然转移到身后 然后 便看到了站在那里等待许久的怀尸 还有他手中高举而起的铁锤 愤怒 全天装 超限状态 天崩 铁壁在这一瞬间彻底烧红 仿佛冰临融化那样 在那样足以将灵魂也点燃的恐怖温度之下 无视了古剑和黑剑的穿刺和披斩 苦痛之锤喷涌烈焰 自这纯粹之力的挥洒之下 猛然砸落 紧接着 愤怒自猙獰 狼手之中爆发 七红的眼光吞没了一切 爆炸的燕光撕裂了血肉之环 升上了天空 在昏尘的夜色中 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光焰 磨山的半身彻底塌陷了下去 透过那些蒸发的血肉 能够看到变形扭曲的骨骼 简直 触目惊心 我早说过了 我是个召唤 但你好像并没有听 而在舞动的烈火之中 同样燃烧着的怀尸 一步步地走出 踏着焦黑的大地 向前 伸手 随意地从近乎腰斩的伤口中 拔出了磨山的骨剑 抛在了旁边 同样的重创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甚至比磨山的 要更加的惨烈 简直已经支离破碎 只剩下了半截颅骨 和一只手臂 还算完整 可很快 破碎的骸骨 在阴影原汁的汇聚之下 竟然再度重重 数之不尽的巨大蝗虫 在血水中炸裂 原汁顺着龟须 流入了这一具 迅速恢复的身体之中去 独合诅咒的结晶 泛起墨绿的光芒 而从其中生长出了 花朵一般缤纷的色彩 到最后 凝结为纯粹的钢铁 热身环节结束了 磨山县上 现在 破碎的槐尸 拖曳着利刃再度向前 向着自己的敌人 在那一张再度活化的面孔之上 浮现出恶意所形成的凝笑 准备好为你得到的礼物买单了吗 此刻 南方前线阵地之上 一片尴尬的沉默 敖战归来的包皮之主 修特洛尔 叫我回来干什么 嗯 修特洛尔也不确定起来 支援 支援谁 支援他 包皮之主 几乎快要被气笑了 你看他那么轻松快乐的样子 应该他支援我才对吧 谁特么十万伙计地赶回来 准备支援时 看到这样的场景 恐怕都会开始怀疑人生 是他妈的 这不是一般的离谱 况且 他哪里还能看不出来 现在怀尸那一副 理想国敌传的封闭样子 完全就已经彻底上头了 可就好像 像俄连普系 看到制伏了土的军团一样 但凡是天国普系的人 看到黄金黎明 都会变成疯狗 更何况 是这个以疯狂而出名的灾恶之剑呢 谁挡落他弄死谁 谁碍事也一样 况且 即便是怀尸如今 在魔山的攻击之下 不断破碎和重生 仿佛难以支撑 可他依旧有一种邪门的感觉 谁弄死谁 或许真的 还不一定 而血海倒影之境的前面 生长青 已经快要气得跳脚 尤其是 还有宣导青在旁边 仿佛很感兴趣一般地 进行着记录和观看 更令他对这别角的表现 无法忍耐 恼怒催促 砍啊 砍啊傻逼 打他的脸 打 又慢了 废物东西 把他往左边逼啊 调动第六副鼠指尖 何为 何为啊 那喋喋不休的命令和指挥 简直比怀尸的话语 还要更加的烦人 魔山大公的脸色 已经憋成了铁青 可偏偏不能出言反对 只能呆板地强迫自己 执行那些命令 调动脚下自己所组成的 毁灭及统治巨兽 不断地挤压怀尸的活动空间 千万条截肢 捏着骨壳血之剑 疯狂地劈斩 但比起生长青的命令和怒合 他更加无法理解的 是 发生在自己眼前的现象 就在那将怀尸地 不知道多少次淹没的 畸变种之海里 再度地 亮起了铁的灰光 悲悯之枪破空头来 衰败之花在血肉中生长 怀尸向前 贯穿了前方的阵列 再一次地 来到了他的面前 可为什么他还没有死 地不知道多少次 魔山震怒挥手 回旋的袖石黑剑 斩入了怀尸的胸膛 带着他倒飞而出 将他钉在了骨骼之上 可再一次 捶死的生化者 又一次恢复了完全 将剑刃拔下 随意地抛在了一旁 向着魔山 再度发起进攻 没有任何的弱化和迟钝 反而好像 越来越强 稍不注意 就会踏入他的陷阱和攻击之中 来去无踪的原制巨兽 各种变化不定的诡异武装 还有隐藏在天阙之阵中 不断地向着 此处开炮的鹦鹉罗号 如芒在辈的寒意 越来越明显 可只是一瞬间的恍惚 那一张令人憎恶的面孔 就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怎么了 没吃饭要 还是说 走神了 美德之剑的灰光爆发 留下焚烧的痕迹 那一双漆黑的眼睛里 倒映着他的面孔 俯瞰 满是好奇 你在害怕吗 魔山 风暴迸发 魔山的剑刃劈斩 斩落的怀石的手臂 可另一只手中的怨憎浮现 横扫 可你在害怕什么 失败 你害怕败在我这样的对手手中 在那一刹那的短暂停顿里 怀石的动作也为之一致 愣住了 好像比自己的敌人更不可置信一般 离奇大笑 你该不会觉得 自己会输吧 就在嘲弄的大笑声里 魔山的表情抽搐着 彻底地扭曲 五官胡乱地在面孔之上游掖着 仿佛发狂一样 高亢丝鸣 破裂的胸膛之中 一条条手臂猛然刺出 抓向了怀石的身躯 在狂怒之中 要将他彻底碎尸万段 够了 生长轻的咆哮 在统治者的灵魂中响起 别再丢人现眼了 魔山 使用毁灭中枢 直入地狱 将这个该死的家伙 彻底碾碎 在这一瞬 不容违背的律令 从灵魂中下达 可区别于往日宛如奴隶一般的 耻辱尊从 魔山此刻 却只感觉 甘之如頤 尊命 五官一味地扭曲面孔上 竟然扯起了一个 环绕脑袋大半圈的 癫狂笑容 啪 好像有什么细碎的东西破裂了 打破了 对于那巨大肉块的最后束缚 在这疯狂的生长和烈石之中 从大地和战场上 掠取到足够养分的 毁灭中枢聚合体 轰然收缩 层层叠叠的血肉缠绕之中 如同瀑布一样 刺入大地 扩散 扎根 将自己植入了这一片战场之中 紧接着 一道道诡异的血肉化 从战场之上扩散 岩石化为了海骨 沙土和泥浆里浮现烂肉 被染红的河水 彻底地变成了粘稠的血浆 腐败恶臭的狂风扩散里 便下起了内脏和肢体的暴雨 而那一份原本孕育在最深处的力量 则开始飞速地膨胀 膨胀 再膨胀 直到最后紧坡而出 笼罩着周边的领域 令深度暴跌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伴随着深度的变化 那扎根在大地中的聚合体 好像也在不断地变化 时而如畸变巨树 时而如海骨之山 时而变成了一条条处须编制 而成的诡异高塔 到最后 在这一片战场之上 彻底地生根发芽 抵达了完全的成熟期状态 而摩山 再无法维持原本的模样 到现在 他也根本不在乎 如今的姿态多么丑陋 随着旧的形骸破灭 筋肉球结的畸形巨人 便从血肉聚合体中 再度地生长而出 鲜血淋漓的面孔之上 一只只眼睛迅速地睁开 蹦射幽光 将原质巨兽瞬间贯穿 再然后 无视距离一般地 从槐狮身后生长而出 握紧了巨拳 在关节之中 一道道锈时黑剑的锋刃 穿刺而出 向着槐狮 倒出 视如破竹地 将他的胸膛撕裂 掏出一个贯穿性的大洞 当槐狮不顾重创 闪现在他的身后时 摩扇的背后 却猛然睁开了两只眼睛 和崭新的口鼻 凝笑着 一条条手臂从地上生长而出 握紧了槐狮的四肢 再然后 五指收缩 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骨骼扭曲的声音 不绝于耳 钢铁为之哀鸣 当远方的鹦鹉罗 再度开火的时候 摩扇头也不回 便有一道血肉之强拔地而起 层层隔绝了歼灭之光 最后 在他的手里 几乎快要四分五裂的槐狮 像个破步娃娃一样 被扯起来 砸在地上 又有锋锐的骸骨之树 瞬间从地上拔地而起 贯穿了他的身躯 将他 再度撑起 仿佛杵形一般 一根根血管 已经植入了槐狮的身体之中 缠绕了他的灵魂 贪婪地瞬息着所有的原质 感觉如何 虫子 魔衫拽起升华者的头发 癫狂地怪笑 你的把戏呢 你的魔术呢 怀尸 告诉我 现在 哪个东西能够救得了你 怀尸张口 剧烈地呛壳 呕出了畸变的内脏 可在那一张仿佛金属铸就的破碎面孔上 却依旧残存着细血的笑容 那一双漆黑的眼瞳凝视 魔衫 便有含糊的笑声 从肺腑中响起 如此尖锐 又如此怜悯 当然是 你没有的东西啊 其中包括且不限于 爱 希望 自由 正义 以及 怀尸喘息着 告诉他最后的答案 朋友 那一瞬间 在怀尸身后的夜空中 天雀之阵 轰然碎裂 一道道庞大的缝隙 从钢铁之上展开 然后 从裂口之后 海量的光焰紧喷而出 熔炉的欢歌 和福尔干的大笑声 回荡在天地之间 仿佛有巨兽 从胎中孕育 破壳而出 无穷烈焰之中 一只庞大道 仿佛要掌控天地的铁石之手 猛然从裂缝之后刺出 五指展开 掀起滚滚飓风和雷火 抬起到最高处 然后 向着他们 猛然砸落 友情之手 从天而降 哄 第1350章 心就悲鸣 在此刻之前 仿佛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 那种淡淡的迷惑 缠绕在心头 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忽略了 什么不重要的事情 被自己抛到脑后 不知不觉 仿佛走在路上好好的 忽然被健身房的销兽缠上一样 从那一瞬间开始 就忘记自己出门来 究竟是干啥 似乎有什么事情忘了 但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因为 怀尸的仇恨 啊得实在是太好 当他以天鹊为防御 在最外层构成层层装甲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所有人必须优先攻击 这个具备嘲讽能力的升华者 结果一不小心 就上了头 而真正重要的东西 自始至终都在他的身后 在死亡到来之前 他完美地履行了 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为福尔干 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时间 而就在怀尸之外 广阔的战场之上 还有不知道多少升华者 舍身忘死的厮杀 将亡国疯狂疯狂推进的战线 一次次地顶回了地狱之中 阻拦在推进的恐怖身影前方 至于福尔干 他实在是太快了 从启动到现在 短短一刻钟都不到的时间 来自罗马普系的创造之王 锻造和火焰的主宰 当那一份丰沛的神性 运行在普罗米修斯之火的瞬间 无以计数的奇迹和变化 就从熔炉之中诞生 仿佛万川归流那样 驾驭着矩阵中的无穷变化 完美地和大秘仪衔衔接在一处 将来自陷阱的支柱 定进了这一片地狱里 现在 就在天阙之阵的使命完成的同时 便迎来自内而外的崩裂 喷勃的艳光角洞暴风 撕裂天空和大地 紧接着 伴随着巨响 铁幕一般的阴云 自暗淡的血色穷空中重聚 一道道电光跳跃 彼此交织 就勾勒出一张模糊而威严的面孔 俯瞰尘世和地狱 双眸的虚无视线所过之处 海量的碎石铁砂迅速聚合 形成了一只铺天盖地的大手 向着落地生根的毁灭中枢砸下 当巨手的五指轰然合拢 掌心中的一切 便在恐怖的压力之下 瞬间化为肉泥 只有丝丝缕缕的血色蒸汽 从指缝之中喷出 毁灭中枢里传来癫狂的斯明 而魔山所形成的畸变巨人 已经尸骨无存 在这刹那间 伴随着飞扬的铁砂 那溃散的铁拳中 竟然再度浮现出 航天火箭的轮廓 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 福尔干完成了回收和再铸造 紧接着 便由火焰从引擎中喷波而出 掀起风暴 拉扯着槐石冲天起 风锐的棱角撕裂了一层 曾阻拦在前方的血肉处须 飞向了天穷 只抛下了一层 曾迅速脱落的庄甲 当槐石从剧烈的血运中 回神的时候 发现自己屁股下面 只剩下了一个折叠板凳 头顶便是铁木一般的阴云 残存在伤口之上的 那些血管和触须 在迅速地扭动着 发狂地抽搐 就像是察觉到不妙 想要逃出来一样 可惜 已经晚了 在龟絮的恐怖引力之中 他们根本无法逃出槐石的身体 反而尽数在猛毒和诅咒里溶解 为这一具重创的身体 带来了几滴鲜活的血液 而直到现在 在这万丈高空之中 他才终于 从脱落的层层装甲之后 看到了大秘移节点的真正模样 然后 陷入呆滞 就仿佛是 神明之作一般 数之不尽的电光缠绕之中 数百米高的神明之像 端坐于钢铁王座之上 俯瞰尘世 仿佛瑰丽而速冷的殿堂 运行在云端那样 在无穷雷霆所拱位中 传奇的造物 庄严地运行在天地之间 以原本的浮空巨岩为材料 以至高之主的造像为容器 这便是福尔干为大秘移 在此处地狱中 展现所打造的载体 雷霆神殿 朱毕特六号 此时此刻 整个战场之上 但凡抬头仰望天空 看向此处的人 不论是陷阱还是地狱 统治者还是大群 都陷入了瞬间的呆滞和茫然 然后 在震惊之下 发出了和怀世一样的灵魂疑问 我刁 这特别是什么鬼东西 并非是因为那造像太过于庄严 也不是因为 这让人瞠目结舌的体积过于恐怖 而是 另外的问题 穷尽了福尔干的巧思和记忆 锻造出了这宛如天空一般完美无瑕的载体 不论是谁看到之后 都会油然地感到自己的渺小 和这一份神威的庄严吧 可关键在于 神像的脖子上面 谁还不认识那张脸啊 此刻 在电光和霓虹的环绕之下 那张英姿勃发的面孔 是如此的完美 每一个细节 都雕琢得完美无瑕 可问题在于 为啥他跟罗马之皇 提图斯六世 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 浑身上下 一丝不挂 真的就连一条底裤都没有 如此逼真 哈哈哈哈 无知蜀背 瞻仰皇威吧 福尔干丧心病狂的大笑声 如同雷鸣那样 回荡在天上 赞叹吧 敬服吧 在这一份传承的威严和荣耀之下颤抖吧 滚滚雷霆之中 无以计数地闪电洒下 蹂躏战场 将不知道多少大群 烧成了灰烬 就只有刚刚落在 朱毕特胸前神殿入口中的怀尸 依旧呆滞 看着插腰大笑的锻造之神 难以理解这奇妙的创造 只能艰难地组织措辞 老铁 嫩这是 弄傻脸 雷霆神殿啊 福尔干理所当然地回答 这可是按照曾经天之父 朱毕特的威仪 所完美打造的秘仪之机 之前我已经算过了 即便是正面承担 大秘仪20%以上的压力 都能完美运行16个小时以上 不 我是说 脸 怀石伸手 指着那一张面孔 他的脸 哈哈 你果然 察觉到重点了吗 福尔干得意的大笑 毫无任何的羞愧 怎么样 是不是别出心裁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 才想出来的绝妙一首啊 如何 虽然陛下之尊 不能在清零前线 指挥战场 但广大将士 此刻能够目睹天炎 也定然会失弃大阵吧 那可就不一定了 怀石揉了揉被落到的眼睛 犹豫着 鼓起最后的勇气发问 以及 其他的就算了 为啥他 他不穿衣服啊 连那个东西 那个 也一起 没办法 实在是 太逼真了 逼真倒不能仔细描述 但又偏偏如此的 醒目 为什么要穿 福尔干阵声反问 人体的天然之美 本就无需搅饰 只有无能之辈 才会以本来面目为耻 况且 尊贵如陛下 即便是不加寸吕 依旧威加天下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他眉飞色舞地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地保证道 我和陛下 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 全天下没有人比我更懂陛下 你放心 绝对跟陛下一模一样 怀石不由自主地赞同地点头 有一说一 确实 但你也实在没必要把这玩意儿也摆出来 此刻 像是雷霆神殿的庞大目标出现 不只是吸引了近在咫尺的毁灭中枢猛弓 就连远处的血海和阴云里 也有源源不断的浩荡波兰袭来 到现在 怀石才见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MT 以一己之力 起码吸引了此处前线战场上 60%以上的远程火力 此起彼伏的轰鸣 接连不断地爆发 可那些微不足道的攻击 根本无法在福尔干的得意之作上 留下任何一星半点的划痕 甚至 就连胶痕都没有 好了 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怀石 福尔干拍着怀石的肩膀 告诉他 接下来 大秘的操控 就交给你了 怀石回头 看了一眼这个长的跟提图斯六 是一模一样的巨大节点 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拱手 算了算了 这是老兄你的心血 不如你来亲自操纵 更有意义 确实如此 我也很想这样 但遗憾的是 我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福尔干遗憾的叹息 展示着指尖暗淡的火焰 一不留神 就将所有的力气 消耗在剑灶上了 你特妈 怀石眼前一黑 就不能少在没用的地方 浪费这么多精力吗 合着福尔干老兄 你来地狱 是来安利自己家粉的爱豆吗 所以才说 脑残粉要不得啊 咱就不能弄得画风正常一点的吗 他看着这一座巨大的裸体节点 还有那一张等待自己坐上去的椅子 忽然就有点不想干了 可都来了 大过年的 自己等待了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现在吗 时间不等人 不能再浪费了 想到了这里 怀石一咬牙 一跺脚 终究是抛掉了微不足道的羞耻心 走向了神殿之中 那同款缩小比例的神像脚下 坐上了那一张 为自己专门准备的椅子 福尔干老兄 嗯 我要是射死了的话 一定会变成厉鬼报复你的 怀石深吸了一口气 解放灵魂 释放原质 展开龟虚和天阙的力量 向外衔接 转瞬间 庞大的座椅之上 凡复的举阵亮起 数之不尽的原质脉络弹射 缠绕 嵌入了他的灵魂 带来了近乎撕裂的痛楚 还有熟悉的虚无感 就仿佛自身无限制的膨胀 感知在以光的速度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闭上了眼睛 一切变化都历历在目 这个地狱 这一片战场 那七十多道 游走在战场之上的耀眼滑光 一个个庞大的军团 还有不断从深渊中 升起的庞大暗影 海量的厮杀 斗争 乃至死亡 以及 背后 那庞大世界中 浩荡运行的 红光之铺 浩瀚如群星的定律和奇迹 运行在陷阱之中 化为了大秘仪的繁复构架 在历代学者和创造主的 天砖加瓦之下 撑起陷阱本身的穷奴 构成了人世的铁律 现在 世界为此刻而寂静 等待着掌控者的呼唤 隐言 神明已死 在那一瞬间 怀师闭上了眼睛 灵魂之中 涌现出了专属于自己的密钥 向着陷阱发起验证的闪光 于此 再度衡量世间万物 此刻 伴随着他的话语 阴云之下 血色之上 在这黑暗 昏尘的世界中 仿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瑰丽光芒 那陷阱缓慢 延伸而来的一道道霓虹 自这铜元的呼应 和律动之下 呼啸而来 仿佛绝地的洪流 奔行在天地之间 向着雷霆神殿 到最后 一层层的绚烂霓虹 迅速地收束 仿佛凝结成实质 在朱毕特的头顶 形成了耀眼的红光之观 海量的视像记录 自冠冕中降下 涌入了怀师的灵魂 最后落入命运之书 飞速掀开的书页之间 成千上万的秘仪和矩阵 符文和定律 在虚无的书页之间 成形又消散 彼此重叠在一起 到最后 一个繁复地环形矩阵 此事繁华之理 尽在其中 就在命运之书的 飞夜之上 一行行厚重的黑体 字迹浮现 检测到扩充组件 检索中准许接入 升华者登陆完毕 管理员身份验证开始 天国谱系 怀师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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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通过 资料更正完成 理想国 怀师 他说 欢迎回来 在那一瞬间 仿佛有低沉的心跳 从子物所铸就的神像 之中响起 带来了生命 灵魂 和浩荡的呼吸 响彻天电 而就在那 骤然迸发的光焰之中 怀师不由自主地放声嘶吼 掩尔口鼻之中 炽热的原质烈光涌动着 伴随着一层层的秘移 和矩阵接入 他的灵魂 已经从原本的身体中上升 融入了节点内 那宛如太阳药般一般 不断迸发的原质洪流里 仿佛化为了节点本身那样 他的意志运行在天地之间 倾听着身后 那庞大世界运行时的巨响 便有仿佛心跳一样的共鸣 在自己的胸膛之中回荡 状态评估结束 彩虹桥通路接入完毕 原质供应开启 陷进集支援 修正直通道 现已开放 来自大秘仪的报告 接连不断地从命运之书 和灵魂里浮现 自界面上展示纷繁的数据 和来自远方的通知 到最后 所浮现的是那个 尘封七十余年的印章 独属于理想国的徽章 于深渊中 揭晓真理所在 仿佛有千万人的地狱响起 化为了 撼动地狱的灰红潮声 凭借着他的躯壳和灵魂 借由他的双手和唇齿 向着此刻 眼前的万象宣告 理想将与无等同存 大秘仪第56号中继核心 新旧悲鸣 启动 于是 举世之力 从天而降 在红光之冠的呼应之下 来自陷阱的辉煌之光 再度奔流 跨越了深度 向着雷霆圣殿降下 涌入其中 充斥了每一个角落 紧接着 在怀世的笑声里 浩瀚的波兰自神殿 之上掀起 扩散 爆发 耀眼道足以焚尽一切幽暗的 光之潮汐覆盖了一切 压垮了风暴 蒸发了血色 震怒的澎湃奔流 吞没了近在咫尺的毁灭中枢 好像有惨痛惊恐的 嘶鸣声响起了 不过很快 那些微不足道的杂音 便已经消失在奏响的 辉煌旋律之中 宏伟壮酷的交响 从烈光之中升起 来自陷阱的力量扩散 就在名为 新旧悲鸣的节点内 无数秘遗和矩阵的鸣动 接连不断地浮现 融入了怀世的交响之中 到最后 便演化成如此熟悉的曲调 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降一大调交响曲 第四月章中曲 齐名为 英雄 现在 在来自陷阱的鸣动中 独属于怀世的演奏开始了 仿佛再度地 把持万象 将一切掌控在手中 当怀世的意志再度运转 便引导三大封锁的边境 向着地狱延伸 直到将这一份力量 无远伏接地 撒遍了整个地狱 就在苦战 坚守 突进和撤退之中 那一道道流星一般的灰光 精准地从空中降下 照亮了疲惫的灵魂 有熟悉的气息 从风中吹来 带来了支援 力量 和光芒 再度照亮地狱和深渊 怀世阁下 在望我的冲锋和奔袭之中 血染的圣星骑士团的大骑士 沃尔科夫回首 凝望着那一道道 宛如天柱一般降下的光芒 如此熟悉 他了然一笑 呼和着 侧动战马 向着血潮尽头的阵列 冲锋而去 在他身后 数之不尽的骑士们 高举利刃 汇聚成铁的潮流 遍布地狱的混乱战场之上 无数升华者的耀眼光芒 接连不断地闪烁 呼应着天穷之上降下的闪光 不论是罗马还是东下 从最北方战场 阻拦在兽龙舰队前方的马尔斯 还是突进到黑暗最深处的夸腹 头顶之上 都亮起了一道道璀璨的光芒 来自彩虹桥的原汁奔流 和来自陷阱的修正值 接连不断地从天而降 紧接着 便是数之不尽的加持 灵魂 生命 力量 速度 恢复 坚固 转化 修正 驱除 仿佛有黑猫的幻影 在耳边轻声鸣叫 国伤之冠的神迹 刻印自天地间运行 带来了自远方的问候和笑声 神圣的卡拉OK连接着我们 我的朋友 无穷秘遗的笼罩之下 怀尸的灵魂运行在万象之间 向着他们送出这微薄的祝福 BGM交给我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